最近因为冠状病毒的原因 我们海外华人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对待 我感觉是时候我们要反击了 我们应该怎么样保护自己 你好我是Henry 我想今天通过这个视频告诉大家 最近应该怎么样去应对现在一些突发事件 我们看到很多新闻发生很多不好的情况 我想通过这个视频告诉大家 如果你在海外遇到了一些不太安全的情况 你应该怎么样去应对 如果真的必无可避 我们应该怎么反击 我们应该怎么保护我自己 最后我想告诉大家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现在的情况 另外这个情况带给我们的机会究竟是什么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你可以点击订阅或者小铃铛按钮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其他的内容了 最近看了很多的新闻 有小女生走在一个过道 什么都没说 结果被一个鬼佬打了一顿 还有一些华人 一个学生下了火车站 然后被鬼佬追着打 还有人被打得很惨很惨 OK 都是因为最近冠状病毒了的祸 其实我想跟大家讲 当发生这个情况的时候 第一个要做出的选择是什么 当我们遇到对方有两三个人 两两成群 我们觉得不太安全的时候 我们第一反应并不是走过去 或者上去跟对方聊天 我们第一反应应该是找哪里是逃生出口 如果对方要对我不利 我应该朝哪里开始逃 在海外这种teenager的问题 其实非常非常的严重 很多的鬼佬 他就是这样 无所事事 他们平时也是到处惹事 只不过是这次冠状病毒 让他们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出口而已 找我们华人出气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撞到他们的枪口上 你们有爱你的家人 OK 没必要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 然后让自己陷入危险 我想告诉大家 如果你发现一个地方可以逃跑 逃跑是最好的选择 让你远离危险 因为至少你的家人不会担心你 逃跑不是懦夫 一个飞翔的雄鹰 不会看到一只地上跑的老鼠 然后下来捉他的 OK 同样一只奔跑中的猎豹 不会因为一个豺狼的叫唤 就停下来跟豺狼开始搏斗的 还有一个原因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海外各个国家的法律不一样 就拿澳洲来讲 澳洲的self-defense 自卫的法律这一块 其实规定的非常非常的模糊 OK 你可以看到我拿出来的条款 上面有一个叫misproportionate 就是当你回击对方的时候 保护自己 只要你采取的是一个不对等的力量 什么叫不对等的力量 就是对方如果是用拳头来打你 但是你拿了一个铁棍去打他 这时候你把它打伤了之后 你是要负全责的 OK每一个国家的法律不一样 我们没必要 OK为了一时之气 OK让自己陷入很大的法律的麻烦里面 OK我现在跟大家讲的是 假设你真的没有地方可以逃跑 或者你还没有反应过来 对方已经来到你面前 或者你和你的家人在一起 你没有办法一个人逃跑 如果这时候你面对对方气势汹汹的过来了 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应对呢 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确保的是 我们背后不是强 还有我们背后没有障碍物 脚下没有障碍物 这时候对方一般第一反应是过来推我 OK他是砰的一下子推我 他为什么要来推我呢 推我这一下子其实是一个threaten OK是一个威胁 他想告诉我OK我想揍你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他在测试我 他在试探我他看我敢不敢回击一下 或者想看一下我有没有力量 OK我是不是跟他一个级别的 就好像羚羊在打架的时候 先会用自己的脚上去戳一下对方 一样的OK 所以这个第一下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讲的是什么呢 当对方过来推你的这个一下 OK千万不要让他近身 千万不要让他近身 所以最好的防御姿势是斜45度对着他 斜45度对着他 绝对不是正面对着他 人最容易被推倒的时候 是这样一下子被推下去的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被攻击的视频 都是因为他在第一时间被对方推倒了 第一下就被推倒了 还有人是被摁在墙上了 OK我们可以看被袭击的一个亚裔的女生 他就是不仅被推倒了 而且被别人揪着了自己的头发 然后一个劲的提 这时候自己就大概受到了 至少10秒钟的重击 这时候你是很容易受重伤的 所以我们正确的姿势应该是斜45度对着他 这时候他想推我的时候是非常难 一下子把我整个人推倒的 另外一个如果我发现对方有有这个威胁了 我应该正确的动作是什么 是我用我的非惯用手 比如说我是右手是我的惯用手 我用我的左手一臂的距离去撤着他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一旦他进入我的安全距离 我可以摸到他的时候 我基本可以确定他是要过来打我 或者是他要过来推我了 这时候你就不要等 你要立马反击 另外一个是什么 就是比如说他要给我打的时候 他要这时候来伸手推我的时候 我有一个缓冲的力量 还有如果你是头发比较长的人 对方第一反应是过来揪你辫子 我一旦保持安全距离的时候 他是没有办法把我的辫子拿着 或者把我的衣领揪着 这样他可以一个劲的揍我 还有一点是什么 就是一旦我的非惯用手 我的非惯用手可以摸到他的时候 我的惯用手就可以初选打他 OK 我是一个UFC的爱好者 我最喜欢的是爱尔兰的Kona McGregor OK 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他从来不会被别人击倒 他很少会被别人击倒到地上 所以不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你可以看视频里面 OK 其实女生被揍的时候 旁边是有个白人过来帮助他的 白人过来的时间大概就是10秒钟左右 OK 当我第一下我在有反击的时候 如果我是有反击 已经跟对方有碰撞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两个已经打起来的时候 其实最坏最坏的结果是周边的人 知道我们已经开始打了 这时候周边的人要施救 或者要报警等等 提供支援等等 他们都会有更多的充足的一个反应时间 所以第一下是最关键的 一旦对方进入到安全距离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揍他 我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下 为了不伤害到他 我戴上拳套 当对方进入到安全距离 你的飞惯用手可以接近他的时候 这时候你要毫不犹豫的去攻击他 OK 攻击他是最好的防守 因为这时候你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 他是要打你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UFC的比赛里面 那些职业拳手都是不停的用 他的飞惯用手去触碰对方 触碰对方 所以一旦你可以触碰到他 你的惯用手是绝对可以打他的 我应该打他哪里呢 当他过来推我的时候 多半的情况下 你把手伸过来推我 这时候OK 他暴露在我面前最多的地方是哪呢 一个是他的肚子 另外是一个他的头 我打他的头不一定能起到最好的效果 打他的脖子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OK 记住打他的脖子 因为他会惯性的收缩自己的脖子 这时候你反而可以打到他的头 然后在打完他的脖子之后 因为对方会防守 这时候迅速转移 开始攻击他的肚子 再打头 你的这几下一定要速度非常快 OK 我做一个演示 还好吧 他在装 他在装 我只是轻轻的打了他一下 OK 大家不要担心 我们打这一下是代表什么呢 我们打这一下 不是为了把对方打死 OK 我们打这一下 是给我们重新创造一个机会 可以逃跑 记住我们刚才聊的 self defense的那个law 没必要让自己陷入麻烦 我们打他这一下 是为了给我们创造一个机会 重新逃跑 或者发出呼叫 我们平时应该做哪些运动呢 其实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 锻炼自己是非常有必要的 OK 如果你是男生 每一天至少要做50个俯卧撑 OK 做10个引起向上 做3分钟的平板支撑 你是女生可以适当的一个减少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些动作都是可以念你的核心力量的 核心力量 其实在任何运动里面都是非常重要的 它不仅决定了我们手脚的一个协调性 还可以决定我们整个身体的平衡感 非常的重要 其实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最好的运动方式 并不是跑步 其实是跳绳 跳绳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基本上职业选手 每一天 每一天至少要跳1000个跳绳左右 有一些厉害的会跳到2000到3000个 当你把跳绳这一关过了之后 你会发现别人是很难一下子把你推倒的 最后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相信这种情况还会继续加剧 我觉得最大的责任 其实不是那些喷子那些特朗普这样的人 其实最大的我觉得责任是社交媒体 因为现在的社交媒体 它在放大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兴趣 比如说你在网上 你现在说corona virus chinese OK 你如果收到的是一些负面的 你点进去看了 这时候这些社交媒体给你推的 全部都是这些负面的信息 然后你就会越来越相信 你自己相信的是有道理的 同样如果你相信的是OK Chinese OK 我们是没有责任的 你如果去搜这个信息 你接下来得到的信息 又是相反的 所以社交媒体造成了我们的意见 两极分化非常非常的严重 但是也有一个好的地方 就是社交媒体给了那些 所谓的喷子 那些teenager一个发泄的地方 他们很多人在网上就已经发泄掉了 OK 对于我们个人来讲 社交媒体强大的影响力 对于我们个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也是为什么我鼓励所有人出来 做自己的个人品牌 我鼓励大家利用现在的社交媒体 很轻松的拍一个视频 OK 写一个内容 把自己的思想传播出去 因为你自己的知识 其实就是很多人每一天在Google 在YouTube 在微信里面搜索的答案 OK 你的知识其实很值钱 OK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我希望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点击小铃铛按钮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以后 其他的内容了好吗 我再准备一个福利给大家 OK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我会准备好 敬请大家期待一下 好吗